在十大元帅中,罗戎桓的名声不是很响亮,故事也不是很多,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低。 只是因为罗帅太低调了,罗戎桓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最优秀的政委。 1930年红义军团成立,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,因林彪个性太强,不善于跟人相处。 因此,太随跟他搭档,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。 毛主席便懒诸江,最后将目光落在了罗戎桓身上。 罗帅是一个天生善于团结同志的人,在他的辅佐下,林彪的军事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,更是将红四军的后勤、训练、安排得井井有条。 毛主席兴奋地说,谁说林彪难缠? 罗戎桓似在四军,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? 在我军中,林彪军事才能极强,但个性也是极强。 能跟他相安无事的人,少之又少。 但罗帅却最擅长此道,从红四军,到红一军团,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,最后波兰壮阔的第四野战军。 罗帅一直是林彪的政委。 可以说,正是有了罗帅的辅佐。 林彪的军事天才,才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。 但实际上,罗帅并不只是一个政委。 在主持大局上,同样是卓越的统帅级人物。 抗战开始后,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到,山东地区的革命基础非常好,资源也非常丰富。 只要把山东搞好了,对全国的局势都有重要的作用。 因此,1939年3月,毛主席清点罗荣环与陈光,绿115师,一部分开赴山东,主持山东地区的大局。 历史证明,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是非常高明的。 而且他的使人眼力更是精准独到。 罗帅到了山东后,立刻展开了空前未有,极其有效的宣传活动。 到1945年10月,山东地区的正规部队,已经发展到了27万人。 占到了当时共产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。 而且地方武装也发展到了50多万人。 支援革命的群众,达到了2700多万。 关于三野和四野谁更强? 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但实际上,四野大多数主力部队,都是从山东调过去的。 都是罗帅一手培养出来的。 后来,毛主席高度评价说,山东只换上一个罗绒环。 山东全域性的旗就下火了。 山东的旗下火了。 全国也就火了。 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,都抢占和包围了。 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,最重要的战略基地。 北战东北,南下长江,都主要依靠山东。 连一向最不服人的许室友,也对罗帅极为敬佩。 1945年10月底,罗帅被调往东北。 离开时,许室友亲自来为他送行,还将自己佩戴多年的一把手枪送给了他。 据许室友身边的人说,在十大元帅中,许室友最尊重的人,第一是朱老总,第二就是罗绒环。 其实,在调往东北时,毛主席曾主张罗帅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。 但罗帅婉言拒绝了,说,大敌当前,我是个书生,身体也不好,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,指挥作战。 林彪同志比我强,到了东北后,罗帅再次发挥出了惊人的才华。 只用一年多的时间,就在东北发展了164个独立团,共37万多人。 因此,说罗帅是四爷之父也毫不为过。 在生活中,罗帅也是以清廉、低调著称。 1956年,罗绒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,按照规定可以增加工作人员和专车。 但罗帅一概不要,一直到去世,身边都只有一个秘书。 而且,为了体谅秘书,罗帅很多事都亲力亲为,轻易不麻烦秘书。 罗帅的孩子上小学时,每次都是坐公共汽车。 从来不敢蹭父亲的车。 有一次,学校放学晚了,罗帅的秘书有点注疾。 就秘密地让司机去把孩子接了回来。 结果被罗帅发现了。 大发雷霆。 对秘书和司机吼道。 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,不是接送他们上学的。 别的同学可以坐公共汽车。 他们为什么不可以? 司机小声声便说。 别的领导家的孩子,也都有专车接的。 罗荣环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。 大声说。 别人可以。 我的孩子就不行。 因长期待病工作。 罗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。 1963年12月15日。 罗帅试试前一天晚上。 拉住夫人林月勤的手。 说。 我死以后。 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。 搬到一般的房子去。 不要特殊。 12月19日下午。 中央军委为罗帅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。 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都来了。 还有在京的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、聂荣贞、聂建英七位元帅。 都来为罗帅送行。 在罗帅的一体前。 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三个宫。 向与他一辈子共事的人表达了最后的敬意。 来源历史客栈。 内容不代表我愿观点。 对此文章您有什么看法? 可在评论区留言。 对此文章。 感谢观看。